《紅藥水》呂惠儀和工業張景淳在無線劇集 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中的供水戀 向來看得劇迷又愛又恨 兩人經歷多番波折 之後劇情還發展到結婚 一眾供水黨為了慶祝他們訂婚一週年 在巴士站、港鐵站、甚至大廈電視幕場下廣告 展示兩人的親密溫馨相 據知花費約60萬 呂惠儀接受東網訪問時說 劇情中的供水還有一年才會結婚 但籌備婚禮前的瑣碎時還有很多暫時不劇透 問到她會不會請一班供水黨去喝 呂惠儀就說如果有機會找來粉絲來做婚禮嘉賓 當然開心 但要到時看看有沒有機會安排到 不過監製就預言供水暖可能有暗湧 隨時分手收場 不知道劇迷又喜歡這個結局呢? 前到晚餐 像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